其实坊间遇到比较多在超心经的人 一般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说 我用原子笔、钢笔练的那个硬体字 很容易得到那个成就感 因为它容易写 但是呢,如果说你静下心仔细思考的话 其实用毛笔字它有它不同的得趣 因为毛笔字你在写的过程中 你可能要去感受它那个墨 那个墨运、墨水量 然后写在一张纸上面 它所表现出的那一笔画 那笔意的连贯 整个行系 那个感觉下来 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把它练成之后 写出来的成就感绝对会高于印笔字 所以它可以有那么多的字体 就像这本书它上面写到的七体的字体来写 当然它变化一多 对于写的人的那个成就就会更不一样 也就是更能够达到那一种 嗯...艺术美感的那个境界 如果说你是初学者 你不要先排斥用毛笔 你先在就是拿一张纸 先试着写个几个字之后 慢慢你会觉得 其实它没有想象中这么难 也很容易入门 很容易上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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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